大家好,我是侯姆润芳的刘毅 冬瓜丸子汤是一道很受欢迎的美食 但是有很多朋友总是做不好 其实是有一些小技巧 又到了夏季,正是吃冬瓜的季节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冬瓜丸子汤的家常做法 汤鲜味美,口谈不遂,老少皆饮 做法简单又节地气,保证让你一看就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少许的生姜切成姜片 再用刀拍碎,然后切成段 小葱几根,把葱白部位也是先拍破 然后再切成段 这样姜葱更容易出香味 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放入少许的干红花椒和一颗八角 用手掰碎 再倒入适量的温开水 用手抓揉几下 让姜葱和花椒八角的香味 能够很好的释放在水中 用来和肉馅 不仅能够很好的去形蒸虾 而且可以使口感吃起来更鲜嫩一些 接下来准备搅好了猪肉馅半斤左右 这个有些偏粗 切切不要直接做丸子 那样做出来很容易散 有很多朋友就忽略了这一步 一定要倒在案板上 用刀像这样再次的剁上几遍 这个目的主要是增加肉的粘性 而且做出来口感吃着会更加的细腻一些 最好是选择猪前劲肉 大概需要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像这样的效果 看着就很有粘性 就可以了 然后装入盆中 接下来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小半勺的胡椒粉 和少许的白糖 无味提鲜 适量的料酒去行增香 少许的香油增加香味 再倒入泡好的姜葱和花椒大料水 切记不要一次倒了太多 最好是分两到三次倒入 然后用手向一个方向慢慢的搅拌 搅拌至肉 表面起颜 看不见汁水 再倒入第二次姜葱水 继续搅拌均匀 一般一斤肉有50克的姜葱水就够了 搅拌至肉 吸足水分 表面起粘 再打入一个正经的母鸡蛋 主要是增加嫩滑的口感 继续向一个方向 慢慢的搅拌均匀 再次搅拌至表面起颜 放入少许的土豆淀粉 继续搅拌均匀 一般一斤肉 放入30克左右的土豆淀粉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要不然口感车着容易偏硬 最好是分两次放入淀粉 慢慢的搅拌均匀 这样才不会有疙瘩 最后再多摔拌几下 这样做出来的丸子 口感吃得会更抠坦一些 而且还不易碎 把在手中不轻易的掉落 用手的扶口 能够轻轻的挤出丸子 这样就可以了 再准备少许的粉丝 用温水先浸泡上 接下来切冬瓜 做一份的量 大概有半斤就够了 先去掉外皮不要 如果是比较嫩的冬瓜 就不用削皮 再把里边的冬瓜壤去掉不要 这招先改刀切成粗细均匀的条 然后再切成薄薄的厚片 这个稍微要厚一点 切得太薄 吃着就没有口感 全部切好后 先装入盆中 再准备少许的生姜 切成姜片 小葱可以稍微多一点 切成葱花 增加香味又搭配颜色 做汤菜都放入一些葱花 喝着味道非常的香 接着把泡好的粉丝 用剪刀剪成小段 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烹饪 起锅 先把锅烧干 放入少许的葱油 油热后下入姜片 先煸炒出香味 接着倒入冬瓜翻炒 大概40秒钟炒出香味 这样做出的汤 味道会更鲜香一些 炒至冬瓜表面稍微有点焦黄 接着倒入适量的开水 保持大火烧开后 先煮至一分钟 然后关最小的火 用手的扶口像这样 慢慢的挤出丸子 放入锅中 下丸子的时候也有小技巧 一定要贴着水面放 这样丸子就不会粘在勺子上边 一定要向不同的方向放入锅中 切记不要放在一堆 这样煮至的时候 受热均匀才先好 全部下完后 把火稍微开大一点 然后盖上锅盖 开锅后煮至两分钟 然后打开锅盖 用勺子推动几下 接着把减好的粉丝放进来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和小半少的胡椒粉去形提味 这时候如果是家庭小赵 一定要把火开到最大 保持大火再煮一分钟左右 让各种香香味能够很好地融合 汤汁喝起来 味道会更浓香一些 最后再放入一些泡好的枸杞 和多一些的小葱花 把表面的浮沫一点点打干净 这都是一些油脂 这样做出的汤 喝着就不会油腻 看下这丸子是不是很抠坦 一个也没睡 然后关火出锅 装入祖传的大碗中 最后再放入少许的香油 增加香味 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冬瓜丸子汤就像这样做 尤其是孩子 女士和老人特别喜欢吃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 汤鲜味浓 抠坦不碎的冬瓜粉丝丸子汤 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 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